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打了一个问号 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 就是今年的3月9号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叫Davidson 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 谈到了这个中共的武力犯台的问题 他的原文是这样子 我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后来去看了 他讲说中国正在加速他的野心 去实现什么呢 实现2050年能够取代美国 以及美国在国际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这是他讲的原来的话 然后他讲说台湾是首当其冲的 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6年 这个中共对台的威胁会出现 所以这就引发了很多人关心 很多的媒体就有标题出来了 6年内是不是就能够武统台湾等等 其实他的原来的意思也接近 但没有讲的那么死 也是也接近 他说未来犯台6年可能会出现 会更加明显 这个讯号更加明显 结果后来在3月23号 他的继任人选叫做这个Aquilino 他也是在参议院 参议院的提名人的听证会上 再度的被参议员问了好几个 两三个参议员又问他这个问题 说前一阵David Everson 有谈到中国6年之后 会拿下台湾这种危险 你认为怎么样 Aquilino他没有直接说具体时间 他说会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快 大多数人所想的更接近我们 所以他的原话是这样 所以因为有这两个讯息 所以这阵子一直在讨论 中共何时武统台湾 这个时间表 那Aquilino他有讲 这个时间很多人都在谈 包括研究单位也有在做这个评估跟研修 他说从现代到2045年都有 这个时间跨度非常长 但因为是Davidson讲的 讲到这个6年 他是Next 6 years 讲得那么具体 他可以讲5年 他可以讲10年 那他为什么要讲6年呢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关切 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事实上呢 中国是一直想要武统台湾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 到现在并不放弃 对台湾动武 并没有 你比如说1950年 他就准备要来打台湾了 那个时候负责的最高指挥官是树域 十大将排名第一的 后来因为韩战不爆发了嘛 所以中国的整个战略重心北移 所以这个事情就给耽误了 后来就进入冷战 进入冷战你就很难了嘛 东西两大阵营 而且以中国当时的实力 也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就停下来了 一直到1978年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 整个国家的重心是经济 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再谈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1995年的7月到1996年的3月 那时候台海危机 我们叫台海飞弹危机 中国大陆叫导弹 或者又称第三次台海危机 那个时候又出现了 武力犯台这么一说 已经适合这么多年 从96年台海危机到现在 这段期间也没怎么谈吧 就是最近几年 最近这一两年又开始了 这武力犯台是说又开始出现了 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刚刚讲到了 3月9号跟3月23号 美国印太司令部 的司令 你知道印太司令部 等于是对中国最前沿的 地区司令部的最高指挥官 讲这样的话 我的印象中好像第一次 以前没有讲过 这第一次啊 所以当然 这个非比寻常 再加上奥格林诺 他也认同 这个时间 可能要比大多数人 是想的要快 所以这个问题 马上就吵起来了 好那现在 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Davidson Davidson他根据什么 来讲未来六年 这个就很有意思 他根据什么 他没有讲 我觉得当时的参议员 美国参议员没有追问 他有点失职 参议员应该要问说 你为什么讲 未来这个六年 有可能出现呢 参议员没有问 后来Davidson到现在 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也没有回答 要我是记者 我就会问他了 那我个人这么判断 因为现在不知道 他是根据什么 我个人判断 这是他的政治判断 事实上任何的军事行动 也是要听从政治的 军事服从政治 军略服从政略 战略的略 这是铁律啊 要跟政治走 所以我认为这是 可能是基于一种政治的判断 什么判断呢 就是习近平说了 最近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2027年 能够实现建军百年目标 就是解放军建军百年 就是2027年 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习近平没有说 这个目标 要取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习近平也没有说 那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个人判断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可能战略森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治判断 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 能够达到一个某一个成果 如果能够把台湾拿下 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县礼吗 一个县礼 我个人的判断 但是我也不认为这个事情 真的如真的就会发生 但是战略森可能要表达的 更重要的 是想要达到一个政治的效果 政治的效果 就代表美国对台海的问题 对台海的现状 表达高度关切 已经到一个历史的高度 以前没有这样讲过 既然可能会有片面 单方面的改变这个现状 所以美国是不是要更多的资源 去投入在东北亚 特别是台海这一带呢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基本的判断 你比如说3月25号 台湾跟美国签署了海巡合作备忘录 就3月25号3月26号 中共就20架次的战役机 扰台 破了去年9月的记录 这都有连带关系 我个人认为台湾跟美国签署的 海巡合作备忘录 其实就是一个准军事的 一个协作的一个征兆 未来可能会随着 中国的压力 它会慢慢慢慢的 从量变变为直变 有这个可能性 好 现在就讲 未来6年 中国有没有可能拿台湾呢 拿下台湾呢 我个人判断是这样 未来6年 如果中共 在台海附近有重大军事行动 我认为那个不是犯台 我判断它不是犯台 但有可能是一种验证性的 一种大规模验证性的大型军事演习 这个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觉得它一定会做 它要达到三个作用 一个是检验自己 第二个是威慑台湾 第三个是试探美国 它要达到这三个目的 当然它理由很多啦 它的反台独理由 很容易找 只要台美关系升级到一个程度 那就是它就认为台湾要搞台独嘛 然后美国在背后撑腰 这个情况跟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很类似 历史不能重复 但是有惊人的相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谈 未来6年 中国若是在台海周边有重大军事行动 我认为的不是犯台 而是大型检验性的军事活动 军事演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这样 您听听看 1995到1996的台海危机 第三次台海危机 时间跨度这么长 中共一共在台海周边 当然这个周边有延伸到 这个青岛的外海 一共发动七波演习 这个以前我有讲过 有两次对台湾本岛的南北两端 重要的这个海上运输 运输圈 进行东风事务 弹道导弹 我们台湾叫做飞弹 弹道飞弹 大陆叫导弹 来试射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哇 好像这个老公要打台湾了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已经很久没有 这个中共武力犯台的这么一说 有一阵子了嘛 一直到 9596台海危机又来了 那个时候 说实在话 那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那时候已经 台湾的国防部已经有预先研判 因为那时候 1995年的6月 李登辉总统台湾 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 那个时候打破17年来 美国不让台湾的元首 踏上美国的本土 17年打破这个禁令 当时江泽民他们在北京就判断 哇 台湾要搞台独 一中一台 而且美国在支撑 美国的国会 国会大比数通过 让李登辉去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演习 他的背景是这样 那当初呢 演习 哇 一下来七波 一开始没有判断 以为会是一个大的 就没想到 总共前后七波 当时讯息不是很完整 刚刚来嘛 那个时候 台湾的国防部有判断 共军有可能强攻台湾本岛 就是所谓的武力犯台 有 当时是有这个判断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我们发现 共军的战略预备队 没有集结的迹象 没有集结的迹象 那就代表 你知道 要犯台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你十几万大军 集结在前沿福建一带就行了 你一定是东南 整个半壁江山 都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动员 但是战略预备队 因为它没有动员 我们就判断应该不是强攻台湾 应该不是 但是不排除 可能会占领台湾的外离岛 外岛 有可能 有可能火力封锁台湾 也有可能 来迫使台湾屈服 最后 最后 我们就发现了 并不是这样 原来 这个解放军在做什么呢 在检验自己 在检验过去三年以来 1993到1995 1996 这三年以来的 训练改革的成果 他们在做这样的事 跟范台没有关系 是检验自己 我很快地说一下 那是因为 整个大的背景 中国大陆是在1993年 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1993 是受到1991 波湾战争 波斯湾战争 大陆叫海湾战争的影响 美国打了一场高技术的战争 几乎以完胜 取得胜利 这个给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造成影响 中国那时也发现 不得了 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 已经不是打一般条件下的战争 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 所以中国在1993年 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把整个战备的基点 中国大陆叫军事斗争 的一个准备的基点 调整到什么 打赢 现代技术 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以前是打一般条件下的 现在是打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 就整个把它调整过来 战略方针一调整 你说 整个训练就开始 也要调整了 跟以前打法都不一样了 战法训法都改变 特别是强调 登陆战 城市战 三地战 通降作战 叫市战 还有夜战 还有协同作战 联合作战 开始重新演练 这边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就是当时解放军就实施了一个1993年到1997年的五年训练改革 五年 时间跨度有五年 颁发了当时是新一代的军事训练大纲 这是全军统一的训练大纲 这是共军解放军第一次新一代的军事训练大纲 还第一次公布什么呢 公布统一实施的军事训练等级评定 暂新规定 等级评定 就是你训练结果完了以后怎么评估呢 它是哪一个等级呢 你要有评估啊 以前很泛泛 不严谨 现在有了 军事训练不能混了 它是有等级评估的 训练效益开始越来越规范化 越来越标准化 这以前没有的 就是从1993年到1997年 五年的训练改革 五年 有训练大纲 有等级评比 全部出来 所以9596台海危机 刚好就落在 这个时间段 就落在准备收尾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刚好发生了1995年6月 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 用这个机会来进行一次全面性的 验收 检验 所以时间跨度很长嘛 1995年的7月到1996年的3月 时间跨度很长7次 就是对台作战的程序 整个把它演练一遍 从导弹 攻击 一直到海空的先旗作战 自空自海 自电子拳 再到最后的三军联合登陆 作战 这个演习 这一套作战程序 就在9596台海危机 这段期间把它整个演练一遍 整个演练一遍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就是 未来六年 会有大的军事行动 这个行动不是犯台 而是检验 中国 习近平2015年 11月开始实施的 全面性的军事改革 来做一次验收 好 今天就现在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